桃園燈會昨天在南昌公園開幕 這炫麗的雷射燈光展演 使用演唱會規格的電腦燈 呈現出各種具桃園特色圖樣 而今年桃園燈會還規劃了兩大展區 除了有國際藝術展品之外 虎頭山燈卻還打造古代元素氛圍 讓爽的民眾穿越古今 夜光龍在夜色中舞動龍身 搭配燈光效果震撼力十足 體育大學學生在桃園燈會二十一號的開幕演出中 展現舞龍記憶 讓人驚嘆的還有這個演出 馬戲團表演者在層層堆疊的椅子上擺出倒立姿勢 精彩表演為二零二四桃園燈會揭開序幕 今年規劃兩大主題展區總共展出十二天 南昌公園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國際的產品 從臺灣現代的一些燈飾 在普通山那邊有比較傳統的這些燈會 所以大家可以體會到不同的味道 順利的燈光雷射在音樂節奏中交織成各種圖案 有藍紅白燈光代表國際元素 弧形光束則演藝航般起飛 最後還呈現出閃閃發光的巨龍 南昌燈區在燈會期間每半小時 會進行燈光秀展演 甚至園區的樹木也邀請劇場燈光師打光 而另個展區虎頭山新創園區 可以感受古代市集與廟會的場景 台南市長張善政說多元的燈會展演 就是為了明年臺灣燈會提前熱身 明年二零二五年 臺灣燈會就會在桃園舉行 那麼我們希望說今年這個燈會 讓大家感受到不一樣的氛圍 不一樣的做法 然後呢為明年二零二五年 臺灣燈會在桃園熱身 桃園燈會兩大展區展現不同特色 讓賞燈民眾穿越古今體驗 是不一樣的元宵節 記者綜合報導